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得恒久的中国山 江山带游才认出 隔铃丰森数百年 世界潮流浩荡荡 软卧中荒十五千 光铃丁 光鸿软 神仙无畏披抚游则 神仙披抚攻青山 你我你我成年 中山剧土远凤软 山鸡探 攻河探 东风四尖西风如花 东风西风尽乐软 中国山 中国山 百年之后 汉为人 老太太 您请 初工 就不能喝 老太太 您请 他的爷们都在这儿喝酒 行乐呢 我老太太闻着酒味了 想过来凑凑热闹 怎么了呀 不欢迎 没啊 娘 我们叔之三人在这儿 拉拉家常 就没敢惊动您老人家 老三 听说这酒是你请的 你是想向重光赔罪 是这样吗 是 是 是 好 应该的 那赔罪的话讲完了没有 讲 讲完了 讲完了就应该喝酒了 把酒事前闲嘛 可是我刚才在门口 怎么听崇甲喊了一声 这酒不能喝 崇甲 这酒怎么不能喝了 奶奶 崇甲喝的这个酒里 恐怕有毒 有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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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这客是你请的 酒是你摆的 酒里有毒必是你下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崇甲 你放屁哪儿有毒啊 你胡说什么 你要疯啊 你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自然相信你 我自然相信你 好酒 我现在尝一杯 娘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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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不求你回报 我不要你养老 你竟然连口酒都不舍得给我喝 你的心还是肉掌的吗 你如此不孝 如此大逆不大 如此被害人伦 你是人还是畜生啊 娘 我 你跪下 娘 好 你既然舍不得让我喝这个酒 我也不让你们喝个痛快 奶奶 你怎么知道这酒里有毒啊 冲甲当差多年 对下毒害人 这些勾当略略略知一二 这湖里有机关 什么机关 这湖内分两个 一半有毒一半无毒 湖盖上有两个气管 按住一个气管 倒出来的是毒酒 按住一个气管 另一个气管倒出来的是好酒 冲甲实在无意间 发现这个湖有机关 断定这酒应该有毒 所以 李冲甲 你个卑鄙小人 你天大物雷劈你 你给我住口 你这 好 有没有毒 一验便知 老丁 在 仔细查看碎片 看看里面有没有机关 是 奶奶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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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夫人 这一切 就湖已经摔得粉碎 实在是看不出 有没有机关 好 酒洒了 湖碎了 全无凭据 就是到了官府 也是一桩无头案 崇家 你看这事怎么处置 对 奶奶 崇家也只知道 那个酒壶有问题 怕伤了人命 所以才出言阻拦 我并没有端定 是要加害于谁 现在证据全无 你崇家看 还是作罢吧 以后 谁也不要再提及此事 你真是离家的好孩子 你真是离家的好孩子 崇家 你还记得 我在医院里 是怎么嘱咐你的 崇光跟你一样 都是我的亲孙子 他就是李崇光 是 既然 他是李崇光 那你们俩就是亲兄弟 你们要 互敬互爱 崇家记得 奶奶您嘱咐我 要和崇光兄弟 你送得很好 奶奶很满意 崇光 不管怎么说 是你哥哥救的你 你跪下磕糖 谢谢他的救命之恩 奶奶 谢大哥救命之恩 来 从今往后 不许你踏进李家半步 娘 娘 娘 老太太一定是得到消息 得知李冲甲跟三叔设下鸿门宴 才敢来救你 救你的人是老太太 为什么老太太 要我感谢崇甲哥哥救命之恩呢 这正是老太太的聪明之处啊 他不想让你记恨李冲甲 李冲甲毕竟是他的亲孙子 他不想让你们兄弟自相残杀 你是说老太太也怀疑崇甲哥哥害我 不是怀疑 是断定 我不信 你不信 不信 那就明天分家见分晓 太复杂了 想不通 是 你 我只相信老太太嘴上所说的 他要我和崇甲哥哥 互敬 互爱 你 敬爱人家 人家可不一定敬爱你呀 今天是毒酒 明天还不知道是什么呢 你如果真的不防着点 真的被他们害死了 但我 阿淳怎么办呢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我总觉得崇甲哥哥不是你所说的那么坏 救我一命 不感恩就罢了 还被人怀疑 要是你不寒心 我觉得只要真心实意地带他 我就不信 换不来一份真心 这么晚了 大少爷叫我过来 可有要紧的事 这段时间 你来过这里 没有 这是你的发卡 我在窗台下面捡到的 我 你来过这儿 我 我是路过 正好看见有灯 就 就过来看了一眼 你看到了什么 没 没看见什么 那你听见了什么 也没听见什么 不要你 记住今天这句话 什么也没有看见 什么也没有听见 什么也没有听见 你 这个方家 是你以前拉自我床上的 你炸弧 我 你不应该骗我 咱们俩子应该是一条心的 我 我 你没有听见 我 老太太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叫我传话 分家的事情 以后再说 这一会儿分 一会儿不分 到底是分还是不分 如果不分 也给个话 现在二房掌管这个家 换到什么时候 我们崇甲可是掌房掌孙 总不能让这个当哥哥的 老给弟弟打下手吧 日后怎么样 老太太自有几句话 请大小姐代为转达 老太太说 三老爷李玉安 忤逆不孝 逐出礼门 崇光从今儿起 就是正经的当家爷们 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由他做主 二少奶奶辅佐崇光管家 这是老太太后堂 放香龙屋子的钥匙 还有刺书楼顶 仓房的大小钥匙 二老爷在的时候 也都是老太太拿在手里 如今一并交给崇光 二少爷 老太太还说 崇甲暂贷掌管的账房 采办等事 都交给二少奶奶掌管 崇甲暂贷掌管的账房 练宗啊 我们究竟得罪谁了 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 娘 您能不能不闹 给咱们大房留点颜面好啊 要是管得好好的 为什么就要撬出去呢 天下无不适的长辈 老太太是咱们家老祖宗 她怎么安排咱们服从便是啊 要不然咱们就是不孝 姐 老太太话完了吗 完了 好 中国 你现在是李嘉德当家的 哥哥 哥哥 我有两件事情 要请求你 请你成全 大哥 有事请假 崇甲不孝 见一余祖母 这李府我是待不下去了 崇甲自情 与三叔一样 逐出了一家家门 崇甲 你疯了你 这 这 第二个请求 老太太已经答应过 这其实奶奶答应过的 自然没问题 不知事也合适 老太太答应了 把夏和煦给我 我要去她 崇甲 咱们李家可没这个规矩 现在正方还没取进门 怎么可以应取一个 下人进门呢 我就是要娶她当正方 而且明天就要成婚 你要气死娘呢 玉璇 有人安住得不大吗 我告诉你啊 有娘在一家 我绝不允许她进门 娘 这个家咱们说了不算 老天爷呀 这是怎么呀 我说了 崇甲 我的话说完了 请你承讯 大哥 你这两个要求 我 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既然你做不了主 那请你去请示老太太 她这是在向我示威 将我的军 这次是什么 因为我不敢 我做不出 我又能怎么样啊 她是我的亲孙子啊 好 既然她不愿意 做李家的子孙 那我就成全她 奶奶 使不得 冲家哥究竟犯了什么错 朕要主出门 我没说他有错 我没有要助他走 是他自己要这样的 你去 去告诉他 这个家里没有他 奶奶 是不是因为我 因为毒酒的事 谁说是因为你呀 当家的就应该有个当家的样子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你去吧 把夏合给我叫来 好 老太太 老太太 自我 说实话 我身边最抵不开的 就是你 可是命大不忠留我 你跟冲家的情谊 我都看在眼里不说罢了 想着 这倒是个好归宿 可是我这个孙子 都说他有才干 可是心不正啊 你跟冲家的情谊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闹着要娶你 他在外面闹着要娶你 多半是跟我赌气 夏合 将来 你得加一个心眼好了 你虽然是我的下人 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孙女 我不忍心看着我 嫁错了人家 后悔一辈子 你跟我说句实话 如果你 如果你 现在还只要跟着他 那也就是 我的孙媳妇 如果你信不够他 我现在就去毁了他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跟我说句实话 我 我 我很愿意 好 看起来就是对他真心实意的 也好 你心里善良 心里而好 有你在他身边我也放心啊 不管怎么说 不管他怎么样 他是我的亲孙子 夏合 你一定要看好他 让他千万别做坏事 闯下大祸 夏合 可你不想做李家子孙 他也没法子 我这都收拾东西 带夏合搬出礼服 奶奶说 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房子 又要成亲 让我把矿院脚门附近 那个小院打扫出来 让你和夏合姐姐住 这是奶奶的一片心 切不可赌气推辞 崇家 遵老太的命 大哥 你这是何苦呢 老太太怀疑我和三叔联手毒害 如此罪名 我还怎么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怎么见你 可我没怀疑啊 咱们去跟奶奶慢慢解释 你这么一走 我心里怎么过得去呢 是 清者自清 老太的日后会明白 一时之愿 我不在意 崇光 如今三叔和我都走了 这李家就成了你一个人的天下了 大哥 我 我 我不是崇光 更不是李家子孙 那就更难得了 得到欧巡抚和老太太的欢心 掌管制造局 独占丽家 重甲佩服 大哥 你真误会了 我不是 你不用多说 我明白 重望 重望 根本只有一个请求 这府里上下都是我的至亲骨肉 我不管你是谁 你帮我好好待他们 帮我好好孝敬奶奶 老爷 爹 老爷 爹 您让我留在李家 如今老太太 把三叔和崇甲阁都赶走了 我一个外星人 成了李家的当家人 这合适吗 这真的是您想要的 你放心 那些人都是施礼员 他们看我现在倒霉 恨不能避之不及 你等着瞧 我早就跟你说过 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 把李家还回来 到那个时候 你再看他们的嘴里 他们肯定会一口一个 跟大手奶奶的交友 别觉得咱们的婚礼冷静 他们不给咱们庆祝 咱们自己庆祝 大少爷 大小姐 二少爷 二少奶奶来了 来 冲甲 冲甲哥 夏合 姐姐 来得正好 来得省得我们冷静 来 冲甲哥 让我喝两杯 夏合 哭什么呀 没有 是米勒爷 我知道 夏合出嫁 你们心里难过 毕竟是十几年的姐妹了 你听 响气好像住了 八成是进入洞房了 走 叫上东梅和春兰 一块喝杯喜酒去 真的呀 可老太太身体虚得很 大叔不让你下地 不碍事 给我更衣 快 给老太太更衣 是 这原本是我娘给我备的嫁妆 这辈子恐怕是用不上 今天就交给你了 算我们家给你的聘礼 谢谢大小姐 都是一家人了 以后叫我念慈姐吧 好 你们两个倒是真亲 是啊 原本就是熟人 这会儿变成亲人了 是 若不是你们两个 我也不至于此 初云 你过来 我敬你们两口子一遍 好啊 贤康礼如今是炙手可热 先来喝我这个倒霉袋的喜酒 我怕沾了晦气 倡议 我敬你们一杯 酒里没赌 放心喝 大哥 你别着急 老太太也是一时赌气 等过了这几天 你再好好劝劝老太太 毕竟 你才是她的亲孙子呢 快别提这个亲子 若是假孙子 那会更好一些 你是在骂我瞎了眼 老太太 老太太 奶奶 奶奶 来 奶奶 奶奶 你既然还认我这个奶奶 我就来讨杯喜酒喝喝 好 奶奶 你自主家门 看来是不在乎离家的钱财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我要送给你一件贺礼 好 这是你爹 张家时候的印信 大家都说二房掌管你家 实际上 你爹二十岁的时候 你爷爷把印章就给了你爹 福兴 祸兴 要是你爹不当这个家 就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 早糟的人就没了 就留下了这个 好 有什么下银 他是个孤家 从家 你要收好它 这是个警醒 你记住 做人 胆子不能太大 心要放得正 你的才华 不在你弟弟之下 前车之箭犹在 小心重蹈覆辙 老太太 这句话二叔已经说过 无非是我爹 有多不好 怎么连累了李家 我们大方怎么不可信 还不如一个外人 老太太这一份教诲 不知道 是我们李家的停讯呢 还是随口说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太太您说的话 如果是停讯 我爹爹已经去世了 有什么罪早就该清了 至于我 我心术不证 迟早也会冲到复仇 不过 我现在已经与李家没什么关系了 就算以后我身败名裂 也不会给你老太太脸上抹黑 中将 老太太您就仿宽心吧 您身边也不缺好孙子 去了三叔走了我 您倒不用担心 五九案件的家汉 管他究竟是谁 只要他认自己姓李 盼上巡抚当了总办 总会给你老太太脸上 增光 那少爷 如果你刚才只是嘴口说一说 那我已经听见了 多谢老太太您 在我大喜的日子登门来教训 我记下了 我记下了 你真是我的好孙子 你真是我的好孙子 奶奶 奶奶醒你啊 走 老太奶奶 放开 老太太 老太太 夏和 父皇 贵父 夏和 难不成你还要回去当丫头吗 你去吧 不听我劝 你 好自为之 老太太 冲家 老太太 快去吧 别失了重 闹得跟我一样 告辞了 同样 母亲 氨 老太太 不 这儿 新闻 现在 你 那好像只有一些飓 没有人 Easter 请我问 想喝 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 谢谢大圣 大圣爷 你这是怎么了 既然这样故意拿花来伤老太太的心 老太太再怎么怪你 可是她的心灵还是念着这份祖孙之情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这不让我 我为什么要打你 你知不知道 你小子该拎起什么好处 你这么帮他 坏我大事 大圣爷 天意良心 家河对大圣爷可是一片真心 你还以为我不知道 你以为我是傻子是不是 你这不是融合来的吗 只要是在这儿 你缴权片 你没事 我现在就想台课 也不想台课 我还不想台课 你还不想台课 我你下空 要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